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往去内地旅游的时候 经常都会见到 高高兴兴出门 平平安安回家的标语 在未有保障工人安全的法规出台前 内地经常发生工业意外 大多数都与头盔有关 故此现在的劳动法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为工人 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 及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对某些地方的工人来说 能够拿到一顶安全的头盔并不是意识 故此有工地会选择 发放头盔补贴、劳补用品补贴等等 工地负责人认为 宁愿多发补贴亦要养工人自行购买头盔 有劳补用品店店主说 与以前大多数企业集体采购不同 最近多了一个人来买头盔 不过工地的做法 真是符合法规里面对工人的保障吗? 事实上是不可以的 发放津贴养工人购买头盔 无异于工地逃避责任 而从结果来看 企业的劳动安全管理责任 是怎样推都推不到 在建筑工地、工况企业等等的场所 以实物方式发放质量达标的头盔 是企业的法定义务 不单是劳动法有关规定 建筑施工人员个人劳动保护用品 使用管理暂行规定亦进一步明确表示 劳动保护用品必须以实物形式发放 不得以货币或其他物品替代 企业已派发补贴代替头盔 并未以合法形式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超越法律底线 企业发放补贴给工人自行购买头盔 就是将质量查检把关的责任推给工人 一些企业发放的头盔补贴数量有限 可能无法满足工人购买较高质量头盔的需求 工人只能买一些价低质次的头盔 工人对头盔的查验把关能力明显不如企业 另外一些工人还有省钱赚差价的思维 他们会在良友不齐市场上买一些一碰就碎的不合格产品 故此以发放补贴代替头盔这种做法 是完全推卸劳动防护管理责任 亦是对工人生命健康的漠视 头盔不能化为安全津贴 劳动监察等部门应该针对企业发放头盔补贴问题 加强监督检查和执法 而工人亦应该认清企业发放头盔补贴属于违法行为 应该积极抵制甚至举报 今集东网点平时间就到这里 再会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